你好你好,ok来,ok我们先开始咯,然后慢慢煮,等大家慢慢进来,慢慢进来,谢谢再次分享哦,看看这边有些什么,我有20只的鸡脚,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有20只鸡脚,然后我会有一些香菇,你们香菇我是放6片,7片,你们喜欢多少都ok的,你们喜欢吃香菇就放多,不喜欢吃香菇放少一点,我这次有放这个豆豉,冰糖, 酱,姜,蒜头,辣椒干,两条,然后这边配料我只是蚝油,酱油,花雕酒,盐胡椒粉,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我要把这个鸡脚先汆烫过,谁滚了我就把这个鸡脚放下去,鸡脚跟它汆烫一下,汆烫一下, 如果你们怕有这个腥味,你们可以放姜啊,花雕酒啊,下去烫也是ok,但是我会炸啦,炸已经那个味道已经没有了啦,或者等一下你们会用那个气炸锅,如果你们不喜欢用油炸的话哦,很油哦,你们就会用气炸锅也是一样的, ok,先给它汆烫一下哦,Emily吹,我们变成一次过跟它蒸好了,我们才会再做一次直播哦,那个海参,一次过蒸好了,不过等一下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啦,蛮大了咧,昨天我今天煮第二次,等一下我们可以拿出来给你看那个海参,我们变成等一次过弄好了,我们给大家看那个分别,蒸跟没有蒸好了,不过我们冰厨里面,那个海参还在长,等一下可以拿给你看哦,Emily, 我泡的,我已经煮了两次,对,可以拿给你看,这个比较肥大,哦,这个比较肥大哦,更肥大,比那个兔森更肥大,哦,Regina Em,下午好,哦,Evan Gregg刚刚吃了鸡脚啊,不用紧,不同口味的,你可以再煮来吃这个口味的,哦,可以啊,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可以跟我分享,对,可以一起分享哦,我们可以听下午好,可以分享,中午好妈妈的最爱,我也喜欢, 嗯,我妈妈也是很喜欢吃鸡脚,哦,我的大姨啦,哦,我姐姐也喜欢吃鸡脚,啊,很喜欢吃鸡脚,过来吃啦,好,过对面而已,啊,一天两个人算你一个,就可以了,过来吃鸡脚,啊,下午好哦,吴卫星,下午好,OK,这个鸡脚吗,这样汤烫它烫多久啊,呃,只是滚了就可以了,滚了就可以了,只是给它弄它干净,啊,对,这样汤给它干净,哦,这样,只是汤烫一下, 这个锅哦,你这样拿来滚一滚,这样煮一煮可以了,不要拿来蒸东西就好了,不要煮太久,然后这个鸡有油嘛,所以OK,只一烫一下就OK了,OK,我们现在把鸡脚拿出来啊,好,我只是把它烫一下,关掉,关掉火先啊,把火关掉,然后我们把那个鸡脚,嗯,好,跟它洗一下,用水冲一下,用水冲一下,用水冲一下,然后那边拍不到你冲水,等一下我冲水哦,嗯, 嗯,我们看一下冲水哦,看不看得到,洗了冲一下,就拿上来,对,你的那个背心会不会样张啊,啊,不是,我里面有一个盆啊,哦,一个盆啊,哈哈,啊,一个盆看我们这样子,放一个盆啊,跟它汤烫一下啊,嗯,汤烫了,跟它洗一洗,嗯,OK,现在我们回来现场,OK,所以等一下要放在水里面跟它,对对对,洗一洗哦,等一下哦,我要 看那个水里面,等一下我这边,要小心啊,阿咪,你串麦了,你讲话更小声,你要讲话大声啊,OK,我讲大声一点,你要对着麦讲,OK,好,好,对着麦讲,呃,这边街角哦,我就是这样,洗清洁了之后,我会,呃,放一点酱青,一茶匙,还有酱油,就是有一点颜色啦,不要白白哦,啊,这样, 刚刚捞一下,啊,刚刚捞一下,妈咪小菇,你们是可以COD的吗,呃,COD,或到付款,通常没有啦,通常是没有啦,如果,因为如果你住到很远的话,猪肉这些很远,我要拿去啦,啊,如果可以费那费那会更好,啊,呃,那个COD最好是可以汇款啦,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因为要,要,要,要COD我们自己要去送啦,哦,嗯, 除非你住很靠近啦,除非你住很靠近,呃,谢谢分享阿正,呃,请问,呃,请问真木薯粉的椰汤是什么牌子啊,真木薯粉的椰汤,我是用那种,呃,那种什么,马六甲的椰汤,马六甲椰汤啊,巴萨买的,一粒一粒,大大粒的,哦,一大,他也不知道什么,很像没有牌子的,就是那种巴萨买的, 哦,给你们看啊,所以你的这个鸡脚只放开,你放了什么,我叫你们知道,可以用炸,再可以用,呃, airflyer,哦,OK,嗯,你的鸡脚放了什么,酱青而已啊,蛤,你放了什么,鸡脚啊,啊,酱青一茶匙,酱油一茶匙,OK,酱青一茶匙,嗯,对,还有,喷油的给我,喷油,还有什么一茶匙,酱油,酱油,啊,我只是上色而已, 如果你们要放 airfryer的话,你们就放一点,喷一点油哦,它的皮会比较脆,比较美,哦,如果要放 airfryer,就放一点油哦,放一点油,它的外层有点油哦,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呃,用油炸,一个是用 airfryer炸哦,等一下我放在 airfryer给你们看,啊,放在这种 airfryer炸,所以有些,有些你们觉得,呃,用油炸很油啊,家里你们就用,用那个 airfryer去炸,啊, airfryer, 好,看你们自己喜欢,OK,倒下去,这样倒下去,放什么温度,我放两百度,十分钟,十分钟,两百度,啊,不过要喷一点油哦,我刚才抹一点油,要对,要喷一点油,OK,然后过后,嗯,这边就是用正常的炸,这边我用炸的给你们看,都可以啦,你看我这边已经有弄好的,一些哦,因为要泡水就少,最少要泡,呃,一个小时这样会比较好,让它的皮有点皱皱,你看,嗯,哦, 哦,对吗,请你先炸啦,不要再给人家看这个,呃,呃,Madeline说你好,谢谢你的分享,嗯,嗯,呃,请问你的鸡脚是新鲜还是冷汤,新鲜的,新鲜的,我们买新鲜的,新鲜的,我们买新鲜的,我们买新鲜的,不要有水分哦,那你下炸的时候你要拿一个盖,那你下会怕我碰到,啊,叶桂英谢谢你的分享,你给我花谢谢分享,NQC有卖马六甲椰糖, 吗,嗯,有腌好的,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做的会比较清洁,比较新鲜嘛,NQC有没有卖那个椰糖,椰糖啊,有有有有卖,哎,你这样放下去炸,可以早一点腌对吗,呃,可以啊,啊,不过我们做直播,所以我们直接腌给你们看哦,那就放在去跟它炸,啊,你开什么火这个,我开现在,火热了就转转,比较中火啦,哦,OK 呃,哦,他住阿摩Q要COD啦,那个,呃,他的那个美容,他不会被烙费啦,他不会被烙费啦,那你跟我,我COD的话要Sunday才可以,星期天,啊,星期天可以啊,我们一起,阿摩Q不是很远啦,可以,星期天可以,星期天,因为他有买韩国锅跟Cucumber吼,都是COD的,OK,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没有问题,礼拜天可以啦,你跟我们预订啊,打,打进来预订,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谢谢再次分享哦,鸟莲花,何玉华你好,啊,Yvonne Grey有讲哦,MQC有哦,有那个椰糖,谢谢你帮我们回复哦,OK,现在这个鸡脚大概要炸多久了,嗯,炸到他的外皮哦,有点,呃,削这样,你看他的比较,颜色会比较深,啊,颜色会比较深啊,你看,啊,为什么要炸一次啊, 炸了,他的皮会皱皱啊,等下泡水了,哦,OK,炸了,如果你直接没有炸去煮的话,那个皮又不一样,OK,是比较滑面的,OK,大家了解吗,清楚吗,外面也是有卖炸好的,哦,外面,炸好的你要用水烫过来,因为那么的油哦,就是炸过很多次了,可能,哦,有炸,有些人有炸,有些人没有炸,啊,没有炸的是他皮不一样,啊,没有炸的皮会不一样哦,就不一样,他皮, 滑滑的那种,不是皱皱的啦,啊,不是皱皱的啦,OK,OK,谢谢分享西西里啊,啊,云云谢谢分享,哦,新西莫一讲,对,那个,很多超市都有,马六甲椰糖哦,对对,都有都有,发沙啊,超市啊,都有啊,现在,对,都有吗,都有这个,所以这样跟他炸一下,你刚才讲要炸多久,再讲一次,嗯,我炸到,你看,我炸到他有点焦就可以了,你看, 他的颜色深了哦,所以这个鸡脚的那个,刚才腌制只放酱青跟酱油啊,啊,对,你们怕喷的话,就拿一个盖,好像我这样哦,像这样,你看,我妈,啊,他懂会喷油的,有时候,他拿一个锅盖放在前面这样子,保护你们的那个美丽的脸,你看,这样子,啊,跟他炸,开什么火,再讲多一次,给新的观众知道,我用中火,中火啊,这个是中火,你看我也是站很远, 因为我也是怕喷油,所以我站得特别的远,啊,这样子跟他炸,然后你们也可以用 airfryer, airfryer,那个,啊,是放多久,十分钟,然后温度多少,两百,两百啊,然后十分钟,呃,请问炸鸡脚的油,用后如何处置,呃,如果你没有用很多次,还可以用啦,啊,可以拿一个,如果你用太多次,你觉得你油已经,呃,那颜色比较深,比较黑,你就不要, 啊,有些人放面粉下去,炸黏起来,没有放面粉,啊,没有,炸比较好吃,对啊,炸比较好吃,看啦,有些人喜欢酱油,你看,快啊,我现在,我炸没有十分钟啊,我关火啊,然后拿出来,现在要跟他拿出来,给他有一点比较焦的,你给我一点冰,OK,现在要,呃,我要振冰水,拿一点冰,我们拿一点冰出来,要泡在冰水里面,因为要振冰水,然后拿一点冰出来, 啊,你拿过去,先让我拿冰给你,给我,哦,拿冰,哦,等一下,我们放一点冰,在那个水里面,我们放一点冰,哦,这样,要给他泡,放一点冰,我们的火是已经关了,火是已经关了,来给你们看一下,炸过鸡脚焦了,好吃,你看那颜色,就是这样, 为我放酱青,酱油,他颜色会比较美,啊,这样子,给你们看,啊,不讲泡在冰水里面,哦,有放酱青跟酱油,他颜色会比较漂亮,啊,不然白白的,不好看,啊,OK,就这样,啊,Sally Kong跟Giokhua,下午好,下午好,OK,现在我们摆万,换一下摆万锅,啊,Learjoy要订chopper跟tupperware,可以啊,可以啊,988,49,208,哦,大家要订东西,可以 WhatsApp,啊,Message,留言,或者打过去那个WhatsApp号嘛,哦,988,49,208,这个我已经泡了,呃,一个小时了,我把水倒掉,泡一个小时,我们有提早,好,准备,不然等一下我泡,你们还要等我,啊,泡了一个小时了,把那个水倒掉,把那个水倒掉,哦,这边有,我有一些是用气炸锅,一半气炸锅,一半是用炸,你看,啊,我给你们看,靠近看,他有皱皱嘛, 哦,哇,真的是皱皱,哦,你看,啊,所以你们有气炸锅的话,不要用油,用气炸锅,我只是要做给你们看,啊,看,两种,这边一半一半哦,气炸锅跟用油都有,对,OK,这个气炸锅我看一下,啊,你看,气炸锅,气炸锅的要,有十分钟,还没有十分钟,啊,还没有十分钟,啊,气炸锅要比较慢,你看,我用油炸都不用十分钟,油炸比较快,啊, 啊,我现在开火,OK,丁伯彦你好,Kristina Tan你好, OK,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啊,要焖,呃,焖这个猪脚咯,现在要焖,要焖那个鸡脚,要焖那个鸡脚了,鸡脚讲猪脚,讲太快了,啊, OK,现在,在锅里面下一点油,是吧,对,现在大概这样子的油,大概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姜,姜片,蒜头,辣椒干,还有这个豆,这个豆,你们压扁,我用汤匙把它压扁哦,压扁,或者你们剁碎也是可以啦,用汤匙就可以压扁了, 这样子跟它压扁扁,这个姜片放得到去,OK,这样子我放这样子拍给你们看哦,你们可以看到锅,这样子跟它,这样,现在是焖那个鸡脚哦,鸡脚,焖鸡脚要这样子, 哦,蒜头我只是拍饼的哟哦,压扁,她来这边直接买,好,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Alice Lee,你好,下午好,下午好,谢谢分享,可是为什么是红色的椰糖,红色的椰糖? 那个,那种brown color的,brown color啦,brown color,不是红色,brown color,辣椒干,辣椒干, 辣椒干,你的那个豆子它有盐的吗? 哦,豆子是有,那一罐的,里面都是有加了盐,所以会有点点咸的, 有,它有盐的,那个豆子有盐的,把这个冰糖也放下去,冰糖放下去, 好,把这个鸡脚,然后这个泡了冰水,一个中头的鸡脚放下去, 我的,我的香菇忘记,放下去边一边咸,香菇应该下去边一边咸,我忘记,你看, 香菇要先下咸,先下,然后才放鸡脚,啊,香菇要先,要先下, 绿色的板,它是一个红的,小的,跟这个绿色的,一对咸,一对是十块钱,一对,一对十块钱, 什么东西?那个,那个板咸,绿色的板,一对,一个红的,比较小的,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大一个小,绿的是大的,红的是比较小的,一对咸,一对是十块钱,很便宜的,很便宜的, 香咸,让它的香味,你看,这个豆子咸,有香味,一点点水就好了,这样才干, 加一点点的水,刚才香菇下去包一包哦,我忘记,放那个香菇, 香菇你们记得要比鸡脚下去包一包哦,香菇刚才蒜头,姜, 这些下去的时候,可以香菇下去包一包, Stefan你讲说我们的花贵的食谱,第一次就成功了, 谢谢,在费物分享的,朋友都说赞,感谢你的分享示范, 不客气哦,不客气,这边有蚝油,我加一点水哦,多少汤匙蚝油, 一汤匙,一汤匙蚝油加一点水,不然很黏稠,下去, 这样子跟它,蚝油,还有这个酱油,黑酱油多少汤匙, 两汤匙,两汤匙黑酱油啊,然后这边有盐,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一点点而已,盐跟胡椒粉啊, 哇,闻到味道很香啊,我用的都是很简单的配料, 不客气,Florence,这边有花雕酒,多少花雕酒,一汤匙,一汤匙, 好香,闻到了,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漂亮,哇,真的很香啊, 我也是,我闻到那个,那个豆豉味道,豆豉叫什么, 豆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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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豉, 那些闷东西很香的,你鎮鱼啊,也是很香,炒苦瓜啊, 你啦,你好,不亲吵,人家喜欢吃这个豆豉, 你就是这样炒了,放水下去闷,哦,闷,哦,放水下去, 可以差不多跟那个鸡这样啦,你们要闷哦,要差不多45分钟这样, 哦,要闷45分钟哦,这个,对,这样子,给它闷, 你们可以倒在那个我的那个法兰锅里面,呃,慢慢煮啊,味道很香, 砧板会滑吗,呃,先你放一块布,下面一定要放布, 它不是那种,呃,有rubber的,它下面没有rubber的哦, 所以建议你放一条布在下面,不过十块钱便宜啦, 但是我,我痛才拿来切,切东西啦,很少拿来斩啊, 啊,我们没有斩东西的啦,都是拿来切东西而已, 啊,鸡金布笑好,看问你可以, 水滚了,你们就用小火慢慢闷, 啊,水,水要醉,要煮到它滚,滚了,你就用小火慢慢闷哦, 啊,鸡金布问,可以叫半当鸡吗? 半当什么? 哦,有有有,我会,我会慢慢,可以啊,可以啊, 我用半当鸡包起来,那个鸡有一点要放苍茅,啊,苍茅啊, 啊,啊,放圆须的这个,我放圆须的那个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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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切全部放在一起腌,啊,这样子啊,对, 改天改天有空可以做,所以这个鸡脚哦,大家要等它滚, 等它滚了就关小火哦,啊,滚了就跟它关小火, 然后要焖多久? 焖,我焖45分钟,焖45分钟,啊, 啊,你们喜欢更软的就久,不喜欢更软的哦,就,呃, 时间短一点啦,啊, 啊,那个, airfryer 的好了吗? 啊, airfryer 啦,啊,你看, 你看,ok,所以刚才我们示范用 airfryer 炸那个鸡脚哦, 不是不是, airfryer 的这个, airfryer 啦,炸那个鸡脚啦, 你不要用油,你就用 airfryer,你看,它也是可以的,啊, 就把它放在冰里面,啊,我们就跟它一样放在冰里面,啊, 你家里如果有 airfryer 的话更容易, 啊,这样子你看,所以这样子震在水要震多久? 我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 你看它皮哦,会,呃,这样皱皱,你看, ok,会,哦,对吗? 会皱皱哦,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像老虎皮这样,皱皱的, ok,它没滚了,ok, 好,我就把它倒在一个锅里面煮, ok,现在它已经,啊,滚了哦,你就要关小火, 然后跟它焖,哦,跟它焖,对, 我就把它倒在这边,等一下, 你拿过去焖了,ok, 啊,现在我们,其实我们提早准备了一锅, 用我们的法朗锅焖的鸡脚, 关掉了,可以关掉了, 好,我们有提早用我们法朗锅焖了一锅, 因为你们不可能等我这样久, 不然我们需要你们等45分钟哦,等45分钟, 有小心慢慢来,啊,你看, 这边我们已经有一个,煮了多久了啊,这个? 这个啊,应该有45分钟,啊, 这个就有,大概焖了45分钟,这个鸡脚, 对,啊,这边的就是焖了45分钟的鸡脚, 你们可以给它的汁收干一点哦,啊, 给它汁可以收干哦,这个还有很多汁, 因为法朗锅煮嘛哦,啊, 啊,它会跟它煮,它会比较快, 然后它会流住它水分,不用这么容易干, 啊,啊,不过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要勾芡,啊,所以这个是已经焖了45分钟了哦, 嗯,为什么要放水? 啊,放水才可以焖啊,啊,对啊, 没有水它怎么样去焖,等它干干的, 对,没有水它焖不到它干干,对, 现在要跟它做勾芡哈,啊,对,啊, 要不然你们可以等它收汁少一点汁了, 啊,对,我要做你们看我就快点了哦,啊,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焖了45分钟了, 刚才我又又怕等一下哦, 啊,来不及哦,我就放,还是煮太太, 等一下你们煮太久哦,我又怕干掉, 没有注意注意看哦,对, 你们可以收汁到这样比较干哦,啊, 啊,大概要这样子收汁,啊,对, 比较干的时候,煮到它比较干的, 你们才来勾芡,啊,对, 你看看我们这个法兰锅煮哦, 它特别特别的好哦,啊, 可以焖比较快, 比较入味哦,因为这个法兰锅它的 受汁很均匀,是很烧的咧,你看, 就是放一点,啊,马铃薯粉, 我比较喜欢要马铃薯粉, 加一点水跟它勾芡, 弄它的汁比较浓稠一点, 不粘稠哦,哦,为什么要震冰水, 震了它才会起那个皱纹啊, 那个一条条的纹, 震了冰水它才会起那个皱纹, 炸了你震冰水才会起皱纹, OK, 法兰锅煮汤容易干吗? 不会,不会,就是你要看你放多少水啦, 如果你放很少水当然要看, 火要很小哦, 你要看你煮多久哦, 它不会,你看我妈妈刚才有开, 没有像快干,它的火,就算你盖住它还是很烧的, 对,你看我关掉哦, 你看我关火它还是在滚的, 对,刚才我的妈妈焖了45分钟, 你看那个水还是比较多的, 对啊,对,你看, 刀,那个豆子是买包装的吗? 我买一罐的, 可以看吗在哪里, 在冰锅里,等下我拿, OK,我们拿给你看那个豆子哦, 可以给你看,你看这个, 你看我们已经关火啦, 把它掉叉头了, 你看它还是继续煮的, 它瘦着均匀, 只要瘦着很好, Sindy Kwan要放在那个, 这个是炸好的放在里面哦, 它才会起那个皱纹, 那个鸡脚,你看才会起皱纹, 要放在冰水, 它才会起皱纹, 我们的豆子是这个, AAA的这个, 香豆子,快点 screenshot起来, 拍个照, 可以放马铃薯吗? 这个, 不一样的煮法咧? 不一样的煮法, 那个海参你可以, 拿出来给大家看吗? How much is this red wok? 熊妹这个, 法郎锅是98块, 98块它还有送, 那个silicon的厨房用具, 这个, 它还有送, 这样一整套给你, 一整套, 一整套有送, 它是98, 然后它有送这个, 现在搞出销, 所以有送, 送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送完了以后就没有送了, 它现在是98, 这个法郎锅, 豆子有大小包的, 我们那是罐头的, 有有有, 我们是买一罐的, 一罐呢, 有这个罐装, 比较容易收啊, 我们那是罐装的, 你看看, 它沉在砂锅里面很好看, 有些人, 有没有人放辣椒干的这个? 我有放两条辣椒干, 你有放辣椒干两条, 我有放两条辣椒干, 我喜欢有辣的, 可以煮, 这个锅可以拿来煮醋的吗? 可以啊, 煮脚醋可以啊, 煮脚醋也是可以煮, 可以煮, 这个是Iron cast来的, 铸铁锅, 铸铁锅, 它可以整个放进, 微波, 不微波, 放进去烤炉里面的, 烤箱可以整个放进去的, 整个锅放进去里面烤, 都可以, 明天煮哈, Lina, 很好很好, Where can I see this promo? 哪一个promo, 那个锅哈, 这个锅你现在买就有送了的, 你现在买98, 它就有送那个一整套, 那个silicon的用具了, 好, 大家这样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这样子, 我们提早准备, 所以你们不用等这么久, 不用等这么久, 你看, 慢慢点缀, 慢慢的点缀, 点缀, 不要拿鞋子出来, 好, 给它慢慢的点缀, 那个海参在哪里啊, 那还没有, 这边, 在那边有一个, ok,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哇, 这个豆制焖猪, 鸡脚成功, 豆制焖猪脚成功, 喜欢的朋友刷赞, 耶, ok, 来看这里, 看镜头, 要跟大家讲拜拜了, ok,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好, ok,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继续写留言, 然后我们会, 啊, 回复你们, 啊, 啊, 今晚来焖猪脚了, 对, 很好很好, 焖猪脚, 猪脚, OK, 好, 今天就到这边了, 啊, 谢谢大家支持, 现在巴刹不可以去哦, 你们可以去超市买, 啊, 去超市买, 昨天也是在超市买, 啊, 大家记得打预防针啊, 打预防针, 啊, ok, ok, 拜拜, 拜拜,